大家好,这里是抽不到五线的月深 闺蜜最近收到一个等了很久的手办 开箱过程非常欢乐哦 一起来看看吧 等了好久了,从今年9月份延迟出盒一直到现在 SGO的Caster NITO克里斯的限定版 到这个箱子的时候打开来发现 非常奇特,我已经好多年没有见过 正常的全年龄像,好吧,这是全年龄 像的手办,它这个 完全没有一个玻璃窗,你看 从外壳上面看不到任何里面的东西 这种待遇一般只有18茶手办才会拥有 那我们来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 梅森这个是18茶哦 其实是你18茶的啊,黑皮 巨 你可以把那个逼掉 限定版和标准版唯一的区别在于 下面的这个梅杰格 这玩意儿 标准版只有一个,然后 限定版它一共有三个 然后三倍的快乐 可以很好的,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很好的把SGO 游戏过程中的战斗场面给复原出来 游戏过程中的战斗场面给复原出来 你看这身材是吧 这种feel 所以你觉得这是全年龄 啥都没录了嘛 不就,对吧,你看一个点都没有录 你说的有道理啊 等会看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全年龄 盒子上没有写啊 没写应该就 对象年龄15岁以上 对象年龄15岁以上 呵呵 接下来就是三个 三个绳子 它底下是空不还是水的 你想看看特殊这个 没有,我说那个 这个 你看不到它的胖子 你还想看这个胖子 我没有想看 你这是什么时候我也能看上去 所以我非常好奇 你看,都没有胖子的好吗 这玩意到底是什么 它是不是像一个沙白一样 里面一个大树之类的 你说的有道理 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暗街神 这什么暗街暗街神 不是,不是那个啥 它就是个暗街神 但是 限定版附责的两个舌外 再加了一个马盒子在后面 这三个玩意儿是不是又长得一样 那就不是很蠢的感觉 应该是一样的吧 就为了买这三个一样的 都花了多少 可能有个 一两千 对,我也觉得是千这种 一两千日元 就为了这玩意儿 神啊 是神啊 对啊,神 应该是一样的吧 这玩意儿能换脸吗 这有脸了 它头就是脸 脸就是头 你是换一个表情吗 好像原来有扭蛋厂 核蛋厂出过这玩意儿 带各种表情 但是它的精髓就是这冷漠的眼神 一样吗 从你的脚步看 我就是一样 哈哈 哒哒 这就妥当了 好,这样就是完成了 FGO Caster 尼托克利斯第三再零 来欣赏一下吧 尼托克利斯身材是真的好啊 再配上这略深的肤色 不愧是黑皮俊那啥 一双腿也是非常好看 细长但不鲜弱 筋瘦却很有力 肌肉有脏有吃 动作也颇具动感 缠绕着腿部的饰品和靴子 更加衬托腿型 无论哪个角度 都是优美的线条 腹部和背部的肌肉都在告诉你 它很难打 头发的处理也还不错 既还原了渐变的颜色 和厚重的发量 又不显得臃肿 美容不足的是 分件看起来有点怪 刘海的溢色也比较明显 底座是召唤纹的图案 但看起来有点粗糙 其他值得注意的细节 比如指甲可圈可点 可惜裙子不是透明 这一点还不如压泡面和沿途呢 虽然裙子稍微逊色了一点 首官的法杖做得很赞 细节丰富 看我们的本体 来看看梅吉德吧 这不带一丝感情的眼神 极简主义的披风 依律于大地的双脚 只想让人输多少钱 以至标准版附带一个梅吉德 售价是17,900日元 星期版有三个梅吉德 售价是18,800日元 由此可制身的价格 梅吉德一直是450日元 好了 这就是尼托克利斯一笔七 现金蓝手办的开箱 黑眉肤色很有质感 灯光下还有闪光的效果 身材很棒 尤其是一双美腿 不过手办也存在一些瑕疵 比如头发的意思和分件 总的来说表现不错 今天就到这里 我是月笙 下次再见咯